再来看到近年疫情冲击国内的就业市场 许多老公朋友可能因此缩减工时或是减少工作机会 为了降低薪资减损对老公生活的影响 安心及时上工计划正式上路 6号一早加明社区安心上工人员展开社区的清扫工作 不仅提供在地就业机会也美化了社区的环境 就业向这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冲击到社区居民的就业经济市场 为了降低薪资减损损劳工生活造成的影响 劳动部并且开办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提供旧有机会来维护部落社区的环境 加明村长远欢欣表示 就业们是相当开心 我们去年安心上工大概有12位 今年像目前有11位 可以做到6月30号 我就是说这个是立法委员郑天才 在立法院提到的安心上工 安心上工对我们村庄当然是很大的帮助 我上任村长以来我们村民最大的感受 一万千你当村长村庄很漂亮很干净 没有什么垃圾 环境也能够借着很多的绿美化 种花种草 还有我们安心上工 他们一月工作10天 就是零一万多块 那很多都是没有工作的 找不到工作的 弱势家庭 他们就来报名 来参加我们安心上工 我们借着安心上工的人力运用 可以改善我们村庄 脏乱死角 更美化我们的环境 补135故宫的不足 可以做更多的运用 他们也可以下水沟捡垃圾 或到村庄里面 或到坟墓捡垃圾 因为扫木完之后 坟墓也很脏乱 我们也可以用他们 去帮他们捡垃圾 扫垃圾 当然做一些比较 捡垃圾 杂工 一些清洁的工作 比较专业 砍草 那我们就不可以找他 或是炼锯 我们就不会找他们去做 家民村的游环境表现 家民村是第一人家的好地方 尤其受到疫情的影响 有许多部主人们事业在家里 有了安心上工计划之后 可以说是暂时减缓他们生活上的困境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的认真 做好环境清洁的工作 同时也大大改善社区的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